大家好,我是地產三兄妹Johnson 今天是零下二十多度 想和大家看看最新的樓房市場 我現在身處的地點就是Richmond Hill 很多朋友之前留言想看看Richmond Hill的Town House 今天就和大家看看Town House有單車房、雙車房 Nord的Fry有些是叫19、20尺寸 去到24,還有有些叫Corner Unit 即是我們在Corner裡面的角落頭 去到30尺寸,旁邊沒有東西 然後深度有些60尺、90尺都有 而待會有些有Basement的版本幾特別 看看有Basement那間Town House 可以做到可以變成前一戶、後一戶、前後門進去 那個都可以看看之後 有些Town House新款一些 是直接把落去Basement中間的樓梯 放在後花園的位置 後門的位置 整間屋會再大了 1800尺的地方可以做到四間房 然後2樓可以做到三個洗手間 然後加上主場有四個洗手間的模特兒 還有剛剛說的 有二層、有三層的模特兒 很多朋友想看看 最近的市場是現在最新的模特兒 以及最新的價格 所以我們一起看這麼多間Town House 一次看看 而我們現在身處地點介紹 在Richmond Hill 很多朋友,尤其是香港朋友喜歡的地方 是HIGHWAY厚 這間是我們Richmond Green的學校 還有平時在每一年的國慶 Richmond Hill放煙花都在這邊 我們後面有一個巨型的公園 然後可以打籃球 平時用不同的社區活動 Halloween等等 這些都是 而我們現在的設施 就是在建築設施 這幾個建築設施 所以吃東西都是附近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Richmond Hill 在HIGHWAY厚的地方 還有很多朋友想去找 就是想看一些新的Town House 今天看的貨色 全部都是幾年 以及剛剛收樓的 所以可能我對你們說 喜歡的其中一間 或者想要差不多的類型 歡迎你和我們 地產三星會的Johnson聯絡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樓 帶大家看看 就是Freehole Town House 地點就是Richmond Hill 八四萬左右的Town House 三個房間 同時它有一個二十尺寬 寬少少的Town House 我們現在一齊進去看看 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看一間 Richmond Hill的Freehole Town House 平時很少有的 然後還有新的模特兒 它的地點就是 我們Angamuse Gap Nesmi 我們這一間 就是寬的 就是二十尺 深的就是九十尺 我們可以一齊看看 正門的時候 一個雙門口的正門 進來 而這個走廊的時候 就要進來這個位置 它這邊就是一個 直達車房的Town House 而到我現在的廳 我們這邊 和廚房 和聚餐 和聚餐 或者Dying Room 都在一起的 現在這個空間感來說 它其實很骨子 再加上它的FIREPACE 我覺得蠻好的 平時我們Town House 很多地方是用FIREPACE 浪費了的 但它這些 其實組裝上去的時候 就會很欠位的 我們後面那邊 現在新的Town House 通常全新的 就一堆進來 就為難 要標達不整 那麼它這裡 自己和民居已經整好了 我自己的高樓底 Smooth Sealing 它這個門口 比較闊一點 同時間前面COSET 旁邊就是車房 然後這個位置 就是洗手間 而它們用的黑屋 從一樓到二樓 和中間那些 全部都升級了 我們這邊先從這間房間看看 零下二十多度 但外面窗口這麼大 它的保溫做得不錯 基本上不會覺得 很大的溫差在這裡 我自己喜歡的 窗口大一點的房間 都會舒服 然後這邊 進來 這些窗口說 它就會改變了 就是車房之上 這個位置 它會變成一個Longer Room Longer Room 其實到時洗衣 整整 又不用落到Basement 又不用落到一樓 我們可以看看主人房 這個Size 是一個Good的Size 這對門在Corset 可以用一個Walking Corset 進來之後 開門的位置 到這邊 都夠闊落 又至於洗手間 它的企缸 和浴缸 和中間的位置 在主人房 它自己升級 做一個高一點的Size 公共的第二個 就是洗手間 Share 給這兩間房 它的Size 都不錯 剛剛進來的時候 現在第三間房 對應 第一間房 和第三間房 現在的鏡頭 它的Size 兩個都很平均 最重要的是 兩個給我印象 最深的就是窗口夠大 這一間 就是比較特別的Town House 因為它有2700呎的空間 三層高 然後另外再加一個Basement Unfinished 的Basement 我們進去的時候 每一間的樓層都高一點 然後廚房 用的空間 將會是二樓 有四個洗手間的模特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看 現在來看看 我們有2700呎的Town House 有三層的 然後我們進來這個Model 它會有一個空間 一個Great Area 和後面 它會有三個門口 其實整個格局裡面 會很寬闊 然後整個空間感 將來我們有時候 可以考慮的 將這一層樓 都可以變成一個 可以住的房間 我們進來這個位 去洗手間 這邊 這邊 之前有些朋友打造過 他可以拿一個位 做一個浴缸 對 棋缸 我們現在先去看二樓 這個Model 將會左邊和右邊分開 意思是 這邊有一個Family Room 有Fire Place的地方 然後 進來第二邊 都一樣的了 有一個廳的 穿過的中間就是一個洗手間 還有我們的Pantry 放的罐頭 那些東西 那 這邊呢 這個位 就是廚房位 還有吃飯的飯廳位 我發揮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這裡 都會多一個地方 是可以裝東西的 其實它可以 In case 到時候 我們可能把它打出來 可以多一個地方 去使用 好像是一個 讀書的地方 那 進來這邊 整個廚房看到 就是裡面的 這些Signal Stealth 和後面的櫃 都多的 始終因為這個社會 是大積一點的 2700呎 所以 人多的時候 去到時候 吃東西 Pantry 那些都很合理 我們呢 這邊 進來的樓層 二樓剛剛進來 是高一點的Signal 和一樓都好 我看一下三樓 都不會是這麼高的Signal 進去 Signal Stealth 都是高的 還有我們這個 主人房 Signal Stealth 都更加升級了 所以 它比平時的 17樓底 看下去 更加高的 有一個陽台走出去的空間 還有這個洗手間 雙升盤 它始終的價值 就是一個很少有的2700呎空間 再加上這個unfinished的Basement 它使用起來 就會超過3000呎 還有 走的地方 我覺得是一個很勤勤的地方 都是一樣的 我們在這一層 住的睡房那邊 變一個Longer Room出來 同時間 我們這裡 其他房間的空間 都很好用 然後再加上這邊 這邊有一個高一點的Signal Stealth 再上去的Cafelio Signal 地毯來說 好像剛剛這樣 走的時候 聲音少些 因為很多人 有些人會考慮用木板 還是用地毯呢 其實地毯會對整間屋的吸音 聲音 和暖一點的時候 做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們看完這個洗手間 所以我們進去有一個兩個三個房間 也就是兩個洗手間這層 主層一個 再加上剛剛二樓一個 所以已經有四個洗手間的模特兒 還有2700呎 我們現在看一間 一百四十多萬的 四個房間的Freehole Townhouse 長的Drivery 以及最重要是四個房間 通常是Townhouse裡面 現在來說少些了 Size 空間都不錯 我們現在一齊進去看看 這間是四個房間的Freehole Townhouse 這邊進來的時候 懸關位後面就是一個洗手間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一個Basement 如果旁邊有眼燈 會更加好一點 這個就是一個開放式的又系 然後他們主要的這個顏色 反而挺特別 現在是很少用這些顏色來做的 但是同時間 他可以整個地方 用白色的主題的時候 就會令到空間感再大一點 我們進來這邊 他這次是用Gaslo的一間 煮起飯 煮湯的時候會方便些 由上面的也是 我們這些新色的時候 的抽油煙機 就會空間感 會不會那麼容易 所謂的撞到頭 但是我不見這些煮飯可以撞到頭 但是這個 Fireplace去設計的 這些都會是新款些 然後就會在後面 和這個地方的時候 是足夠把餐桌 和梳化 電視 是可以全部融在一起的 我們在後面的 現在看到 它那個煮飯 例如是鄰居雪 這個 挺特別的 是新款一些 還有一個小的 有樓梯 去到下面的 這個平時 夏天做barbecue 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可以上去二樓 因為這個模特兒 是有四個房間的模特兒 木板的顏色 和樓上 都是升級了 那我這四個房間 都是一個高一點的層樓 因為整個社區裡面 通常在這些地方 它可以第一次 建築的時候 那段期間都要升級了 然後每一個窗口的加大 還有一個雙門的closet 然後這邊 這個洗手間 和旁邊 這個 就有一個空間 可以做到一個 然後這一間 就是第三間房 和第四間房 這個主要房 就是高一點的Civic 然後旁邊 有兩個衣櫃間 左邊 右邊 然後再進去 有一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就是一個 沒有兩個 一個 一個 很辛苦 這一間四個房間的time house 都值得推介的 原因 它把佈局 把下面的basement 我們不是中間下去 而是把屋的後面下去 同時間 尺寸不算太大 1800呎大 可以做到四個房間 和上面有三個洗手間 我們是很值得看看的 一起去看看 帶大家看一間 有特色的四個房間 就是town house 為什麼呢 很少見到的 這個新款的model 它要把basement 進口柱 反而放在房間 最後面 放在中間的樓梯 而這個位 就會是用洗手間的 後面的時候 我們稍後 先進去basement 看看特色 然後我們進來 車房 從這個位置 然後 這個廚房 和客廳 它整個空間 不算很大 它大概是1800呎的model 但是它可以做到四個房間的空間 所以我們覺得 挺欣賞他們這個設計 因為剛剛 下去樓梯位的時候 它將一個小的位 本來下去樓梯 變成洗手間 而我們這個 下去basement 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 將來有機會 如果真的有所謂的分租 或者其他的 可以從這邊後院 來下來 所以 進來的空間 在這邊 可以做一間 自己獨立的 有所謂的 將來的家庭 有家庭的洗手間 然後便可避免租 它樓底這邊 不算很高 是小了一點 但是都ok 我們來看看 四個房間的model 這邊的廚房 尺寸的佈局 算大了 然後 它用的位 和Iran這邊 它剛剛不是很巨型 然後它的位 可以擺到前面 所以 它這個設計 是用到很盡的地方 然後 又是進來的 是spotlight 因為平了 所以 我不見空間 就好像很狹窄 等一會 我們去樓上看看 樓上二樓 是一個 地震的設計 然後 C0 都會高一點 然後 我們去這間房 看 跟剛剛那些 尺寸差不多 都是有窗口 都是會大的窗 而第二間房 就可以看到 如果用書房的格局 一個佈局 是怎樣用法的 你進來這邊 是可以進去書櫃 和平常的大型的書桌 然後 還有一個大的 獨立的Windows 然後 第三間房 看 我們這邊 第三間房 這裏 這裏 這裏是140多萬 有4間房的Field Townhouse 是不錯的 然後這裏是第三間房 然後 這裏就是第二個廁所 之後去到主人房 這個地方 這個模特兒 都會有一個高的C0 在上面 同時間 這個地方 左邊右邊 空間 都會比是剛剛之前的Townhouse 所以再寬一點 然後這裏就是第三間 洗手間 在二樓那裏 通常 該請 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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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